大家好,我們今天會和大家討論 有關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六項保障資料原則 原則3,個人資料的使用 如果沒有當事人的定名同意 個人資料是不可以用在新的目的 所知新的目的 是指收集資料的時候而使用的目的 又或者是直接有關目的 以外的我們就稱之為新目的 而有關人士在特定的情況下 也可以代資料當事人給予定名同意 曾經有一個投訴人就同意一名醫生 在電子健康紀錄互通系統上 上載和取材他的健康紀錄 在唯一一次求診之後 投訴人就向香港醫務委員會 投訴那名醫生 在醫委會處理投訴人的個案期間 投訴人就收到電子健康紀錄統籌署的短訊 得知那名醫生在這個互通的系統之中 就查閱投訴人的電子健康紀錄 投訴人就不滿那名醫生 並不是為了治療的目的去查閱他的健康紀錄 所以就跟私隱公署投訴那名醫生 私隱公署認為 那名醫生在未有另行取得投訴人的同意之下 在互通的系統就取納了投訴人的電子健康紀錄 作治療以外的目的 是違反了保障資料第三原則的規定 在私隱公署介入之後 那名醫生承諾 日後只會向病人提供治療的時候 按有需要知道的原則 一個need to know basis 去取納互通系統的健康紀錄 其後私隱公署也向那名醫生發出警告 要求他確保本案的違規事件 不會再重現 另外私隱公署也將個案轉介給 管理互通系統的電子健康紀錄統籌處作跟進